每当太阳落山,我们都可以看到夜空中繁星闪烁,这些闪烁的星辰基本上都是恒星,因为在宇宙的天体中,行星是不会自主发出光芒的,只有恒星会不断地释放能量。 如果没有恒星的存在,宇宙中会是一片绝望的黑暗,太阳是一颗典型的黄矮星,大部分黄矮星的寿命在110年左右,我们的太阳已经燃烧了45.7亿年。 可以说目前的太阳正值壮年,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享受50亿年的阳光。 为什么太阳可以持续燃烧这么久?在未来我们可以阻止太阳的熄灭吗? 太阳只是浩瀚宇宙中无数恒星中普通的一个,想要解决这些问题,我们需要先了解恒星的一生。 恒星可以被视为宇宙的基本组成部分,就像原子式物质的基本构成一样。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,徜徉在宇宙中的恒星仿佛是永恒不变的,但正如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一样,恒星也会经历诞生、演化和死亡。 然而,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事实,直到一张图的出现,才渐渐为我们揭开了恒星的演化之旅。 20世纪初,天文学家运用摄谱仪和照相技术,收集了大量恒星的数据,其中包含与恒星的温度和亮度有关的信息。 丹麦天文学家安西纳赫茨普龙和,美国天文学家亨利·罗素独立地将大量的恒星绘制在一个二维的图表上,创建出了今天鼎鼎大名的赫罗图。 纵轴显示的是恒星的光度,恒轴显示的是它们的表面温度。 恒星在图中的位置显示了,关于其所处阶段以及质量的信息,能够燃烧轻聚变危害的恒星位于对角线的区域上。 也就是所谓的主续星,而像鉴于座AB这样的红买星,则位于寒冷而昏暗的角落,它的温度约为3000摄氏度,光度约为太阳的0.2%。 当一颗恒星耗尽所有的轻时,就会离开主续带,根据其质量变成红巨星或超巨星,与太阳质量相当的恒星在燃烧完所有燃料后,最终演化成一颗白矮星。 这张看似简单的图,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对恒星的理解,图中所显示的实际上,就像是一张在随机的时间点上为恒星拍摄的集体合照。 这些恒星散布在宇宙的不同位置,有着不同的亮度和颜色。 从现在的理论来看,恒星诞生于星云之中,星云在天文学中是通用名字,任何扩散天体都可以被称为星云,而形成恒星的星云则不同。 大量氢分子和少量的氦分子在宇宙中凝聚成分子云,目前宇宙中几乎全部的星生恒星都是诞生于分子云中,就连我们的太阳也不例外。 从星云诞生开始,就在宇宙中缓慢地旋转,因为在一开始时,星云的分布范围很广泛,旋转速度相对较慢,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星云内部会出现一个致密气体和尘埃。 组成的区域这个区域通常颜色暗淡,这个部分被我们称为伯克球状体,通常情况下伯克球状体的直径可以高达一光年,恒星就会在这个暗星云中诞生。 在银河系内,存在至少6000个分子云,这些分子云占据了整个银河系一半以上的质量,每一个分子云都至少拥有10万个太阳的质量。 这些分子云中通常都存在伯克球状体,而伯克球状体中经常可以发现新生的恒星。 在46亿年前,太阳并不存在,而是一大团星云,被我们称为太阳系星云。 太阳和八大行星,以及大量的小行星都是诞生于这个星云中。 在不断的旋转中,星云中的稠密区域发生了引力塌陷,促使整个星云的旋转速度开始加快。 星云的内部开始逐渐凝聚,形成了我们的太阳,而在星云中的星子形成了各大行星。 也有观点认为,太阳系星云之所以会演变成恒星,可能是受到了太阳系附近某颗超新星爆发的影响。 在强大的压力和冲击下,星云凝聚成为恒星。 简单地了解恒星的诞生后,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恒星的死亡。 从本质上来说,恒星并不会死亡。 恒星本身就是由大量的氢核氦凝聚而成的等离子球体,促使这些物质凝聚在一起的本质是引力。 在恒星的内核密度足够高后,就会发生稳定的核聚变反应。 这个时候恒星就被点亮了。 在恒星形成后,整体会慢慢趋于稳定。 这个时候的恒星也被称为主续星。 这个时候的恒星十分温和,相对于其他时期,更适合生命的诞生。 目前太阳就处于一个稳定期中,但是恒星不可能一直燃烧下去,宇宙中不存在涌动机。 恒星可以保持数十亿甚至是上百亿年的稳定。 对于人类来说,这个时间已经足够漫长了。 首先恒星的消亡并不是因为内部的氢元素被消耗已空。 相反,大部分恒星在进入演化末期时,恒星的氢元素还十分充足。 恒星的死亡是因为星河中的氢元素被大量消耗,导致内部引力失衡。 最后发生引力收缩。 太阳的内部无法再保持稳定的核聚变反应。 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亥闪。 相信大家对亥闪并不陌生。 流浪地球终究是因为太阳提前亥闪。 人类才不得不离开太阳系。 在亥闪发生后,恒星的表面亮度会变高,体积也会相对变大。 但是恒星的表面温度却会持续降低。 这个阶段的恒星被称为红巨星。 以太阳为例。 在50亿年后太阳发生亥闪,随后膨胀成为一颗红巨星。 漫长的时间后太阳内部引力再次崩塌,变成一颗白矮星。 这个阶段恒星仍然会不断地向外辐射能量。 最终失去大部分能量变成一颗黑矮星。 随后在遥远的时间后永远地消失在宇宙中。 这是和太阳质量类似的恒星最终的结局。 在宇宙中还存在一些质量很高的巨型行星。 这些行星在内部引力崩溃后,并不会膨胀成为一颗红巨星, 而是会发生超新星爆发。 科学家认为,八倍太阳质量的恒星在演化末期会发生超新星爆发。 可以说超新星爆发是恒星一生中最闪耀的一次闪烁。 通常情况下整个星系都会被照亮。 经过几周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才会逐渐消失。 超新星爆发的过程中恒星内的大量物质会被喷洒而出, 并且留下一个超新星遗迹。 宇宙中的分子云和新生恒星的形成和超新星爆发有很大的关系。 在超新星爆发后,根据质量不同恒星会变成中子星和黑洞。 中子星在不断释放能量后,也会成为一颗黑矮星。 关于黑洞的结局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。 根据霍金提出的霍金辐射,黑洞或许会不断蒸发直到消失。 这就是恒星璀璨的一生。 从现有的理论来看,恒星的诞生和死亡是一个回圈过程。 宇宙中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恒星死去,也有大量的恒星诞生。 相比于恒星的一生,我们的一生太过于短暂, 所以永远无法真正地观察到它们的演变。 但通过随机地测量大量恒星, 我们可以目睹那些处于巨星阶段或超巨星阶段的较老恒星。 然后通过统计学分析,就可以看到它们的理论演化轨迹, 是否与赫罗图中所设的一致。 结果显示,答案是肯定的。 所以这张图不仅能告诉我们恒星究竟是什么, 也告诉我们, 这些发着光的球体是如何在数十亿年的宇宙史中变迁的。 感谢观看